中的運動中心前廣場聚集人群中 最醒目的就是他 穿著藍襯衫牛仔褲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到台中譚子區 國民祭兒童運動中心考察 在超級星期六離開台北 比表定時間還早抵達 盧秀燕一下車蔣萬安立即迎上前 兩人握手後再來個大擁抱 跟著繼續往前走 兩人的手還是持續緊握著對方 一北一中市長候選人合體 蔣萬安說是來考察 有關兒童的運動設備跟課程模式 不過被問到超級星期六離開選區 對於自己選情怎麼看 蔣萬安沒有正面回應 一路從北部搭高鐵到台中後 再轉成小巴士來的 而過程中兩人互動熱絡 而盧秀燕被問到跨區輔選 又有外縣市的人來台中參訪 他說這是市政行程 不談太多選舉 我們只是進我們現在這個競選 跟輔選的工作而已 所以大家就是正面看待選舉 不用講太多 謝謝 外界認為藍營選將中 新北有侯友宜 台中有盧秀燕人氣互比拼 不過六天前民眾黨的高洪安 也用考察名義與盧秀燕手牽手 還恰巧穿白色襯衫引發討論 這次換成蔣萬安南下台中 也是取經之旅 不過這次可能是因為黨內同志 互動上更顯自然熱絡 三立新聞網址與李建英台中報導